A-level 第三條 現在有一個石頭 這個石頭是45度 然後拋上去 當速度是V 如果你是45度的話 如果石頭升起時半空中 就問你的吸引能量是多少 我們首先要知道半空中是甚麼意思 如果石頭這樣拋上去的話 就這樣拋上去 這個位置是中間位 所以半空中不是這一點 而是上升在上半部的步驟 這個步驟是up 這個步驟是down 所以半空中是在這個高度中 再斬多一半 這個就是H over 2 所以就在這個位置 好 問題好像很複雜 但我覺得也不太困難 我們可以試一試這樣理解 如果它是45度 對 45度向上升的話 我們可以再拋回 Horizontal Elitial Velocity 和Vitical Elitial Velocity 所以拋完之後 就會是V Cos45度 所以這就是V開方2 去到這個位置 也會是V開方2 然後來看看 我們看看能量是多少 如果是能量的話 如果是能量的話 那就是V V 總能量 即是Total Energy 其實只有一個能量 就是K K 其實就是1NV squared 如果我們有一個打橫的速度 這個是它的拆出來的速度 即是我們自然的打橫的 energy 打橫的 energy 就會是 一分之一 mv over 2 的 square 你發現就得如一分之一 mv square 的 1 over 2 即是 1 over 2 就會變成 1 over 2 相同的道理 這一邊都是 1 over 2 mv square 1 over 2 這個是 key 你便會留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是速度 速度的方程式是 v等於 v x square 加 v y square Vector sum 就是用不時定理去做 但是 ke 是因為 scalar 而是 1 over 2 mv squa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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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x 加 2 mv square 這個 x 加 2 mv square 這個 y 加 2 mv square 這個 y 加 2 mv square 這個 y 加 2 mv square 這樣你便會發現 其實是 1 over 2 mv square 所以 如果 45 度 這裏分到的能量 ke x 1 分到的能量 就是一半 全是 1 over 2 mv square 好 當你去到 1 over 2 mv squa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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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看看是否不同了 Half 3 mv square 就是 它的打環速度 其實都是 v 可是 45 度 打環速度是不變的 打環速度是不變的 Horizontal Speed Horizontal Speed Horizontal Speed 或者 Remain Unchanged 正常是不變的 所以這個 這個 都會是 Cancelland 是 1 over 2 mv square 反而是高度 高度 我們這個速度是多少呢 這個速度是多少呢 之前就是 1 over 2 mv square 現在是不是呢 好了 我們可以用一些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處理到 如果高度升到 1.5 mv square 那就是 1.5 mv square 所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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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一向有一個能量 就是 1 over 2 mv square 有一半的能量 比 1 over 2 mv square 所以它剩下的 能量 只會是 1 over 2 mv square 如果只會是 1 over 2 mv square 即是它的能量 雖然我們沒有計算 Vy 的話 都知道是 1 over 4 mv square 所以 1 over 4 mv square 加 1 over 2 mv square 就是 3 e over 2 mv square 所以答案就是 C 尤其它 C PD 20